我们荷兰五级之马 还有五级班让的各位选民 朋友们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 从上一届大选结束之后 我们便马不停蹄 展开各项社区工作 在五级之马区 我们根据居民的需求 推出许多计划 我们进行多项社区翻新 增加有盖走廊 无障碍斜拨 进行电梯翻新 我们添加新的巴士服务 美化我们的水道 增加社区菜园 大家都知道 我们面临一个 非常真实的一件事 那就是人口老化 在我的社区里 有不少年长者 他们是独居 一个人住在家里 他们很担心 万一在家跌倒 或者是发生什么 紧急的事情 来不及求救 怎么办 我们知道这是他们心里的担忧 所以呢 我们和多个组织合作 我们推出了一个叫做 独居无忧 关怀计划 这个计划之下 我们找到赞助商 帮助我们在独居老人的家里面 安装探测器 这个探测器 能够让我们知道 这位老人家 是不是忽然间偏离了他平时的一些活动规律 比方说他如果平时在客厅五岁 下午五岁两个小时 万一探测到他四个小时都没有动的话 我们呢 就会获得一个警报 我们会打电话给他 他如果不接的话 我们会安排专人去找他 看看是不是有需要帮助的 这就是实际的行动 我们的居民 对于一些只看眼前 不考虑未来的政策 其实也是不认同的 我们荷兰五籍芝麻的人民都知道 这个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把今天的钱都花掉了 如果我们不未雨绸缪 这个不是政府在跟人民过意不去 是我们自己跟我们的下一代过不去 我们的居民朋友其实都知道 一个好的政府要看长远 一个真正为人民着想的政府 他不单单要照顾眼前的事情 他还要想到我们子孙未来的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 政府必须选择 长痛不如短痛 民主党这次 他们提出的 是一些一手征税 一手花钱的一些招数 英文叫做 Tax and Spend 他们有提到说 要把个人所得税提高到28% 并打算通过企业所得税征收10亿元 各位 这将会严重影响我们的企业 尤其是我们的中小型企业 高收入的人 他们比中低收入的人容易迁移 这就好像大企业 我们的税增多了 他们也可以选择到别的国家去 安家落户 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可是我们的中小型企业 他们跑得掉吗 所以呢 这个充分显示了 我们的对手 他们在提出一些证件的时候 好像没有想得非常彻底 而且我们说 他们有一手征税 一手花钱的招数 其实我想想 我可能还说的不是很全面 因为他们除了花钱 他们也很喜欢提 不要花一些重要的钱 那是什么呢 刚才我的同事已经说了 削减国防开支 新加坡民主党已经宣布 他们打算减少57.5亿元 也就是至少四成 至少40%的国防开销 我们想想现在的国际形势 现在的区域形势 我们就这么样任意 把我们的国防开销 减四成减48% 这是否妥当 其实各位居民 我想经历过50年 就算是对政府批评最尖锐的人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们想一想 稳定 繁荣 不贪污 认真的政府 对于新加坡 肯定还是非常重要的 而 是谁 为我们创建了这样子的一个政府 有时候 感谢观看